你还不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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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也知道这么晚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 这些天 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我所有人上了一个新课题 他们需要我帮着论证一下 一直跟他们忙 行 别累着了啊 早点休息 工作不需要这样神神秘密的 你好 没有证件 不许进 好 问你一下 李沫那婚礼是不是在这儿举行啊 对 谢谢啊 什么情况 明天的婚礼就在这儿举行 好 看见了吧 都请了还公司了 新娘子 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来宾必须拿着新郎新娘 亲手书写的请柬才能入内 你有请柬 那我怎么办呢 你好 是吗 我们是卓大市委会的 配合全市安全消防检查 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好 当你们进去吧 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呢 他是谁啊 我二女儿那个不省心的小男友 卓大社区居委会的小干事 叫王闯 哥 本来说那事真不行 这要是被我们领导发现了 我可就麻烦大了 你还想不想和许薇结婚了 想啊 和她爸一百个不待见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这次是你表忠心的机会 到时候许薇才解扬眉吐气了 你老丈人一高兴 能不答应你和许薇的婚事吗 说得好像挺有道理啊 你老丈人说 只要这事你给她办成了 回头就张罗你和许薇的婚事 你 你说什么 好话不说二遍 你自己考虑 只要我答应帮忙 她就同意我和薇薇的婚事 不嫌弃我的工作了 这是你老丈人让我来找你的 你说呢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你老丈人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你要是把握不住 可别怪哥哥我没帮你 快请进吧 好 欢迎啊 欢迎 太久不见了 谢谢 今天好漂亮 小华 欢迎许薇 谢谢 幸福快乐 是我的闺蜜 恭喜 好久不见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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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 幸福快乐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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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里面 到里面 一会儿找你们喝酒吧 真的太久不见了 快上座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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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这是我优秀的 开笑了 你 大哥 这马上就开始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你今天是太过面了 不光是自己来 还给我们带来 这么优秀的团队 拍摄这个婚礼视频 太开心了 都是自己兄弟 不必客气 这就当是随分子钱了 恭喜二位 好 谢谢 谢谢大哥 大哥 里面去 好 这么接 让开 让开 这是我大哥 来 让开 大哥 一会儿煮住啊 一点眼色都没了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明白 自己该做什么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干活去吧 好嘞 大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待会儿你就请好吧 绝对帮长行 来 来 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婚礼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闪烁的霓虹 映衬都市的白天 春运繁华 我们相遇在浪漫天涯 现场的各位来宾 各位亲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好 今天青光散烂 今天鸾奉齐鸣 幸福满亭 我们大家相继在这里 共同见证李莫先生 和吴琼花女士的婚礼盛典 你们是 你们是 我们是卓达局委会的 配合全市安全消防大检查 你们今天这么多人参加婚礼 我们要继续看看 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 那请进吧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一对新人 幸福登场 好 好 好 你别急 别急 别急 别着急啊 好的 恭喜二位 也感谢两位非常开心的小朋友 谢谢你们 在我们的仪式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开一段VCR 来见证一下他们二人 从相识相爱的过程 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光 注意了 请看大屏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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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好 别急 别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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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 李莫她有家有老婆 我肯定你会跟她在一起的 她干吗的 她说谁啊 我真的越想越生气 她干吗的 她现在还玩消失 我打她电话她都不接 原来她是要挺 不行啊 不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如果我看见她 我一定帮她大写八块 你们是谁 谁要乱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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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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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都是路 别放了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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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走啊 快快 上次关掉 快 上次关掉 我跟你说 这全是误会 这 爸 快 管谁叫爸呢 管谁叫爸呢 小心小心小心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她 两个星期前 还是我的女婿 还是她 对不起啊 三年前 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对不起啊 是 好 好 对不起 我来回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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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鸟会给她一个温暖的家 而西鸟呢 会采用给赤鸟喂食的方式 告诉赤鸟 今生今世 都会如此周到地照顾她 面对婚姻 鸟类尚解如此 而我们人的 别拉下去 你太过分 别拉下去 你不仅欺骗了 别拉下去 你还欺骗了姓齐的国家 现在又欺骗这位一位 这样子 这全是误会 不用解释 解释什么 来来来来来 这 我要跟你解除我愿 披着人皮的狼 她又是个骗人的骗子 别说 小心 小心 她掌握吧 她掌握了出去 她掌握了去 既然吴女士不想再追究你们 扰乱婚礼现场的事 这事就这样了 还有你 背后动作伤人 最该拘留你 这成不了一家人 就是仇人吗 对不对 好在人家许女士 愿意跟你和解 回头啊 好好跟别人道个歉 还有这个医药费啊 该多少的 都得赔给人家雷先生 是是是 警察同志 我一定端正态度 认真道歉 行 就这样 大哥 对不起啊 那个医药费我一定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我想多活几年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你要跟着 detto 你肯定跟着想看 你不再许多的事 我绝了你 你肯定跟着想看 我成功就好 你肯定跟着想看 你肯定跟着想看 不是 我敢打救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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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别闹了 别闹 很好玩 不好意思是吗 你以为是在帮我吗 你这是在接我的伤疤 你说 怎么以前就没发现 李沫的真面目 叔 这也不能全怪你 这种人渣啊 隐藏得都比较深 怎么不怪我呀 许致住院这几天 我是最痛苦 最煎熬的几天 我觉得我自己 被逼到了一条岔路口 两条路摆在我眼前 一条 是通向事业的路 一条 是通向家庭的路 我就在这个路上 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呢 许致评上一级品酒 式的庆功宴 我错过去了 许为发高烧住院 我却在云南的大山里边考察 闺女昏迷不醒 叫爸爸的时候 我呀 亏欠你了太多了 现在该是还债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你欠什么亏欠的女儿 都还给她 没错 叔 再给许致月找个好的 我吧 你先走了 妈 你不敢 或许臣 hair 你可以 回去吧 却 你不敢 做个是吗 你不敢 谢谢 谢谢 真不好意思 陈老师 这么晚了 我还来打扰你 谁让我以前是你的心理医生呢 许致 其实这件事情 你应该早告诉我 你猜我会对你说什么 恭喜你 因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总算结束了 虽然这件事情 在你的心里远远没有结束 没关系 交给时间 你要不信 过段时间我们坐在这儿 再谈及这个事情 你那会儿的心境 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 实话告诉你吧 陈老师 这件事情 发生得太突然了 结束得也太快 我感觉 好像是做了一个梦 这几天 每天晚上 都会突然地惊醒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 这一切发生的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我的生活 我的婚姻 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有没有可能 你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你跟这个男人相识这么多年 你认真地去观察过他 去了解过他吗 你只是嫁给了一个陌生的人 嫁给一种习惯呢 你记不记得你以前来找我 每次谈到的都是 工作压力多么多么大 从来没谈过你的家庭 所以我可以这么想吗 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的家庭是不存在的 你也不爱这个男人 你没有爱 你会不会觉得我说这些 有些危言耸听 但是许致我还是要跟你说 你现在这种失败感 并不是因为你失败给了家庭 其实 你觉得你失败给了自己 你败给了自己 你甚至怀疑自己 你根本就不会爱 英国的托马斯莫尔 在他的代表作 《乌托邦》这本书里 他企图给人们的生活 营造一种 最美好的方式 于是他在书中 给人们应该怎样生活 做了详致的规定 比如说 新郎新娘 在结婚的当天 应该做些什么 他认为 应该脱光衣服 让彼此检查一下 对方身上有没有什么 没被发现的毛病 他的这种初衷不好 但是规定那么细致 就像个像话 因为这世界上的婚姻是 千千万种的 你规避所有的问题 你就会幸福吗 罗素就说 乌托邦就是一个花架子 看上去美轮美环 其实一点都不适用 他认为虚知 参丝多态 乃是幸福的本源 生活 它就不是由完美组成的 正因为有不美好 才能衬托出美好啊 所以说 你不是世界上 那个最不幸的女人 薇薇还没结婚 我上次 看走眼的一个李沫 这回 我一定要严格把关 绝对不能走眼 没错 我妹妹的婚事 必须严格把关 不过我觉得 帮闯啊 还不错 不告不 真高兴 不提他 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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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啊 其实这婚姻大事 那都是缘分 急 也急不得 你刚才叫我什么呀 老许啊 没大没小 老许是你叫的吗 叫 是 江湖部分冷少 我觉得啊 咱一样的关系 走到今天 叫叔就生产了 叫老许多亲切啊 老许就老许吧 老许就老许吧 爱是叫什么就 就叫什么吧 我跟你交这个忘年交的朋友 好嘞 通过咱们这次合作呀 我觉得你小的鬼主意挺多 好 以后 我闺女们的事 要帮我多出主意啊 那是必须的 老许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咱俩是最佳拍档 为最佳拍档干杯 来 说说你的事吧 你比许致大一两岁吧 成家了没有 没有 搞对象了吗 没有 眼光高啊 没合适的 老许心听咱不说这个 干吗不说这个 我的事都跟你说了 你的事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快说 我以前 有一个女朋友 交往了七年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连婚宴都定了 好 后来呢 他出车祸 死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这多在那儿啊 到今天 两年 零一百七十二天 原来是觉得你 贫嘴瓜舌的 还挺重感情 过去事不提了 喝酒 不提了 我陪你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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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l 我就要去我 就行了 kers 看我干什么 这离婚这事吧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过去的 来来来 起来喝杯水 我姐啊 她自己习惯了 所以你就让她自己消化吧 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 爸 王闯想来咱们家 好 老许 你家姑爷登门说婚事 我一个外人在场不好吧 你小子昨天还拍胸脯说帮我忙呢 这么快就变卦了 就来帮我参谋参谋 看那小子行不行 老许 我 就是让你过来验烟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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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啊 就这么定了啊 你来干吗呀 我 我 是我 我请她来的 你请她来的 上次薇薇男朋友来 咱们就被招待好 你说我那菜做得太差了 你这日子身体又不好 雷达厨艺好啊 我请她过来帮一下厨 麻烦你了啊 不麻烦 不麻烦 来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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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来 进来 进去 来 进去啊 进去 不用换鞋了 你过来吧 好 爸 汪闯来了 雷达哥也在 好 我们家多重视你啊 亲自请了雷达腕下厨招待你 谢谢你 对 放着好啊 坐 坐 你 叔叔 我和许 许月结婚的事 先去厨房切颗葱 切葱不会啊 会会会 我 我现在就去 我跟你一起 干吗呀 这是 一来就让人家切葱了 你爸怎么做 自由你爸的道理 怪你什么事啊 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呀 您不是觉得这小子太任性了 嗯 怎么做 就摸摸他的性子 看过他骨子里 到底是个什么事 叔叔 我签好了 拜拜 我签好了 签好了 十五分的 叔叔 您别急 王朝不会切松 我来切 那个什么 那个 要不然你没事 帮忙脱个地吧 好 这个是你表现的时候 好 爸爸 你干吗呀 你别管 瞧瞧 这叫切葱 你理会儿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那就好 那我想起来 像你那样的 这个是你去哪个家 帮忙到那儿子 踩一路踩一路 刚拖的就被踩脏了 来 王帅 你歇会儿我来吧 我来看 谢谢啊 辛苦了 弟弟 坐 你看 弟啊 你这么拖 看见没有 那就踩不着了 看来你还真是不费干活 你看 对了 醋没了 小长 你没事去买盛醋 等醋买回来 我就开始做饭 行 我陪他去 你就不能去了 一会儿你帮你雷大哥 在厨房打他下手 买米醋啊 快去快回 让他放线 你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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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一下吧 咱这米醋卖完了 咱库房还有 不过库房有点远 你要多等一会儿 没事 多久都等 我去找米醋 行 两瓶 谢谢啊 箓箓箓箓箓的秘密 好好 好好好 来了 累坏了吗 是 得上 叔叔 我凑买回来 买回来了 你回点 不好意思 王川 你是刚出门 我就在厨柜里发现了一顿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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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让你跑了这么一大趟 都是自己人 没等你 吃饭吧 好好 来 王先生 坐哪儿 我来 这 不 这不对呀 这这这 这许伯富家 一直吃的是 三点五的醋 你买的是九度的醋 酸性太高 太伤胃 对身体不好 宇大姐刚出院 吃九度的醋太冲了 这个你不懂吗 再跑一趟换一片吗 行 叔叔 我再跑一趟没问题 不过我出去之前 我希望 您对我和薇薇的婚事表个态 你和薇薇的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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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应该再认真考虑一下 你和薇薇还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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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薇薇的婚事 不是您说的吗 我帮您收拾完李沫 你就同意我和薇薇的婚事 怎么说话还能反悔了呢 怎么回事 爸 他说的是真的吗 爸 这是真的假的呀 你拿我的婚姻大事做交易啊 汪冲 你不要乱讲啊 我是不是说我这样的话 他说的 他说他替您说的呀 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 根本没有的事 行 明白了 何时今天你们俩是预谋好的 折磨我是吧 用完我了 过河拆桥 羡慕杀驴是吧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为女儿的婚姻大事考虑 这有错吗 让你们晚点结婚 这是为你们好 你这孩子怎么好赖不分呢 要是这么不懂事 这种女婿我敢要吗 大刀吧 作为一大学教授 说话出尔反尔 这么不讲原则的岳父 我也不要了 还有 您女儿我要不起 我不要了 我也不要了 你看 你看 这 这叫什么 看什么看呀 看看你们俩 汪冲 汪冲 水 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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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特别想吐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没事 没事 我这几片胃总不舒服 吃点味药就好了 你说姐这王床怎么办呀 咱爸怎么这么不待见王床 怎么办呢 现在 都怪那个雷达 全是他出人搜索的 来得正好 你怎么对我们家事 那么感兴趣啊 是你爸教我 今天 你是不是想害完我周 又害我妹妹 雷达我警告你啊 你从现在开始 离我爸远一点 走 远点 你听我 拼泡 太好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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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躺着了我了 来 喂 老许 火雷达 家里情况怎么样 干吗 又要开会啊 好 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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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一件特别着急的事情 怎么了 嘉宾出问题了 怎么可能 我刘晓雯做艺人统筑这么多年 各种大宗小咖 还有我搞不定的吗 又要为没男朋友 跟我倾诉空虚寂寞了啊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脆弱 那你还能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你看我在咱们工作室吧 接待个客户 联系个艺人 都得发个图片 收个资料什么 你看我这每天抱着个笔记本电脑到处跑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要是有一个智能手机的话就好多了 可是我这个手机用了三年多 这不太好用了 我想换一个 你想换个新手机 让雷达工作室报销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你绕了半天 是想让我给你涨工资啊 不是 小玩 不是刚跟你加过工资吗 达哥是这样的 有一家企业呢 想办一个晚会 他们是家科技十家企业哦 想找一个高大上的工作室 来承接晚会的录制跟演出 而且他们给的费用特别高 我一想这高大上说的不就是咱吗 肥水不溜外人田 我就以咱们工作室的名义 你给接下来了 停 刘小玩 刘小玩 你真的翅膀长硬了 什么事都敢自己做主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们是专业的节目制作公司 是有品牌的 不是业余的皮包的 不能接这种野活 再说过 我雷达 好歹也是叶美名人 接这种活传出去 那不是让同行笑话吗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该会给我退了去 我丢几人 那边 我提醒你 我今天 imped了 我肯定能够吧 我肯定能够自己的 非能够你 你得不就乱儿 再说一遍 那不就乱儿 我肯定能够自己的 我最近又要还房贷 又要换手机 家里空调还坏了 空调的保修期又到了 你知道找人来修空调 要多少钱吗 八百 八百块啊 我都能吃五十碗牛肉面了 再说了 人家那边也是 科技创新十家企业 跟咱合作也算门当户对啊 既不给咱调脸面 也不给他们调价呀 行了 别在这儿跟我磨叽了 这活赶紧推了 赶快去 行 达哥 合同已经跟那边签了 如果现在推掉的话 算咱们违约 违约金是价格的两倍 您先忙 我去跟他们说 等您忙完了 您记得跟会计说一声 把违约金给他们打过去 回来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合同真钱了 两倍倍月金 公司 还没音乐 妹